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一款1373 就是國際家居零售 這款的名字可能有點陌生 但如果說它經營的品牌是日本城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其實你看看它賣家品或者這個品牌都很深入民心 如果說真的看過去三年以來的業績 或者業務的發展其實就很穩定在增長 基本上你過去三年我們自己本地市場來計算 其實又針對著有社會的運動又有疫情 基本上都已經在很多這些不太好的營商環境之下 其實你看看日本城這家公司它還不可以有一個中單位數的 一個增長安年的增長 所以其實是很穩定的 就是業務上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第二方面就是它的牌息上面都很慷慨 其實都 它接下來 因為今年就是公司成立的30周年 所以這次都特別是有一個特別股息 四千多一個特別股息派了出來 那即將就會在9月27號就要除淨 那你說就算拿回現在2個8毫多的這個價位去看 如果你說剛剛好就說得像可以吃完這一圈的一個股息 那大約你計算都差不多5厘左右 那我覺得你的息率上面都吸引 那也都是叫做你參考股值上面 過往來說其實它自己的息率區間都差不多是5厘至到6厘多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其實不是說算股值很貴 那就算你說除淨園的股價即扣也好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說在望向未來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都它那個業務的發展上面都有機會加快 就是今年其實它都跟這個Food Panda Mall 和有和等等這些網上零售的平台 其實都有一些電商的平台都有一些合作 那我相信除了你說實體門店之外 那也是另一個Driver會令到它的業績有機會提升 或者那個毛利率上面都會擴闊 就是始終不用請人節省一些租金的成本 但是它的生意上面繼續可以擴展 那所以這件事我覺得它接下來的那個營利的能力 都有機會進一步趨化的 那所以你無論是從它業務發展 或者股息上面我覺得都有一個防守性 那這個可以慢慢分住去吸納 麻煩 сист Gr Immerse 教育 Dirge 全都跑 ahead happened